可能没有刚刚讲那四个 就是新增查询删除修改 那当然如果相关的你坊间书籍 seql语法的书籍太多了 你自己再去找一下 那再来的话 其实当然你Google一下 网络上太多这种seql语法查询 那其中的话 insert into这边有了 update,delete这边也有 ok,当然你也可以看一下他相关的那个什么 相关的语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我要删除 那比如说我今天呢我把它执行一下seql语法 里面的话我大概list出来 我的编号有这些 我的电话有这一些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删掉最后一笔好了 比如说我最后一笔这一笔 14我要删掉的话 那我可以把这个cursor select 我刚刚把它复制 但是贴到这边加一个delete 不是我今天要删掉这一笔的话 那我就 其实基本上 我只有在哪里呢 上方多增加三行程式就好 那其实这三行程式 也是insert里面有的 就insert into拿来改机也可以 主要是什么呢 第一个哦 我上方增加一个input 请问一下你要删除哪一笔记录 比如说我想要删除最后一笔 14 那所以我这边可以input 请输入要删除的那个编号 所以我就打一个要删除的编号 那我就输入到14 删除编号 那这个时候假设14过来 他一定是个字串 字串之后串过来放到后面 不过你想说老师那这个number里面 应该是放数字啊 你放个字串会不会有问题 那特别注意 他seql语法决定是字串 还是那个数字关键是什么 就我刚刚特别强调 是那个单引号 如果没有单引号 传过去就是数字 所以你不用 你不要把这个两边搞混 这边跟这边seql 然后跟python里面的程式 是没有关系的啦 ok 所以特别注意喔 那我就怎么样 输入之后的话 然后给他 假设输入14 他就串一串 delete from table02 会有条件 number这个栏位 是14的 因为他是key 所以一定不会重够 会有key 那个14的编号 帮我删掉 删完之后的话 执行acomits ok 然后呢 再帮我查出来 确定他已经不见了 我来试一下 给各位看 执行 这边 假如说呢 我这边应该是执行这一个 我把它执行一下 这一个 执行 ok 请输入编号 14 刚刚还存在 执行enter 各位没有发现 14的不见了 那你想说 14不见了 会不会是巧合呢 再试一下 看看 执行一下 13看看会不会成功 enter 13也删掉了 那表示不是巧合 ok 就是表示应该 那如果说你今天给他一个什么 里面并没有11 如果执行的话 假如你给他11会怎么样 会有条件11 我印象中好像是不会怎么样 好像他也不会任何的那个 error message 举出来 看一下 他还是跑 就是没3而已 可是他不会告诉你说 你那个11那个编号不存在 他就是也是跑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执行一下 有没有这时候就可以什么 删除了 剩下10 10删掉 有没有 所以这还蛮不错的 如果你要新增的话 请你跳回到前面 音色有没有 音色不就可以删除 不可以新增 只是说新增的话 我们是没有查出来 所以你可以把那个 刚刚那个什么 查询的这一段 有没有 可以把它抄到下面去就好了 Copy一下 等到音色之后 再怎么样查出结果来 ok 应该是应该ok 我试一下 把它直接音色 电话码02 999999 随便好了 Enter 不过呢 他说什么 closed database operator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刚刚好像漏了一个动作 因为我的程式 后面都最后忘记做一件事情 把这个connection怎么样 把它closed掉 所以 这个要点closed 所以这个closed 你不能漏掉 那为什么我都很少 加这个东西 因为我发现 以前在那个像ADO里面操作 你不closed也没事 屡试不爽 最后我一律就不closed 因为我懒 我想过 我程式尽量越少越好 如果都不出现错误 那我那一行就不加了 但是我可能还要把握 为什么你要反复测测 测试结果是ok的情况下 我们才可以把那一行给去掉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一定要加一个closed 最后做完之后 不论如何你要把这个连线给关掉 但是关掉之后 你就没有办法再做后续动作 而且你closed 你不能closed在哪里 你不能说把这一行closed在这边 committed下面 如果你committed下面 后面就不能查了 因为连线都中断了 你怎么查询 所以特别说closed一定要closed在这个下方 原来应该ok 把它执行一下 我看能不能closed掉 35跟1号 现在还有多少 9吗 9 多一笔 表示刚刚有音色成功 只是不能查 ok 反正部分的话大概知道一下 那音色的话呢 执行他 电话码 对 难怪是我自己关掉我自己 ok 所以这一行 就要把它关掉 不过你们再试试看 因为我以前的习惯是 虽然规定是要closed 但是我一律都没有closed 因为没有closed有个缺点 就会浪费那个memory 记忆体会浪费 但是因为现在的memory都太大了 你浪费这么一点点 其实无法 你们试试看 如果这样子 执行应该是ok的 记得应该是可以 ok 多一笔了 没问题 所以closed的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这边的话等于是多增加 那个delete的部分 所以 insert select 然后delete 最后的话有update 所以某一笔记录要update的话 那update部分呢 如果动作比较快的同学可以自己再玩玩看 所以 这四招 如果都能够做出来的话 其实 大体上你要做一些简单的专案 基本上都已经绰绰有余了 ok 其他当然就是create table 跟drop table drop table drop table就是把那个table给杀掉 ok 大体上大概这一些应该就蛮够用 其他的话 我想自己如果有需要 自己再去查一下sql语法 所以这边多一个select 然后delete